大家好,这里是土博手查记 然后这个Burton123在这问 今年会用上这个V3版发动机吗 我觉得今年应该还用不上V3版发动机 因为它现在V2版发动机还有一大堆的库存呢 当时马斯克不是都发消息 在推特上发消息说 它现在的发动机多到了厂房都放不下了 所以我觉得它怎么样也得把它的目前的这些库存的猛禽V2 先得消耗掉一部分 然后它才会再去把它用到V3上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V3另外一方面 现在V3也刚刚进行过一次吧 这个静态点火实验 然后它是不是它只是做了一次单机版的 而不是说33机并连 它只是做了单机 那后面我们实际上应该要经过 还要经过很多过程呢 它现在只是做单机静态点火 以后要做单机全程静态点火 然后呢 还要做这个单机真空版的这个静态点火 然后还要做33机并机的这种静态点火 它后面要走的路实际上还是挺长的 我觉得不是说一两个月之内就能做完了 大概是这样子 不过大家可以到时候来看 就是说关注一下 SPACE-X 它的那些静态点火实验 它这些实验 如果要是看到了 它基本上把这些实验都给它做掉了的话 那么它可能很快 就可以给它装到新的兴建上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到兴建 V2兴建 可能就是用这个第三代猛禽发动机了 航天飞机这类的航天器 我觉得还是会有它将来的使用舞台的 将来的话 等于大家会进行一些比较吧 我觉得现在相当于是还没到一个统一的阶段 就是说我一定要设计搞成兴建那样 就是航天飞机那样就不行 这个航天飞机指的是追梦者这样的航天飞机 而不是指向美国 哥伦比亚号挑战者号 这种SPACE-SHOTTER这样的航天飞机 为什么呢 因为航天飞机就SPACE-SHOTTER这样的航天飞机 它是 这个是外燃料助箱 然后它的这个轨道器 外燃料助箱 它是并排放置的 两边是固体火箭助推器 这种情况下的话 外燃料助箱上脱落下来的保温层 就有可能 因为它是并排放的 就有可能打到这个轨道器上 给轨道器造成损坏 当时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就是外燃料助箱上的这个泡沫保温层 掉下来之后 打到了轨道器 左翼前沿的RCC热防护材料上 造成这个航天飞机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在返回大气层的时候 在进入突破热障 就是进入高温的这些烧食的时候 然后因为它这个RCC 隔热防热瓦损坏 然后这个飞机解体了 你这种并排布置 是摆脱不了这个状况的 那Dream Chaser Dream者航天器的话 它等于是把它的航天器 这个轨道器 放到了火箭的顶端 这样的话 你火箭上即使安装了 隔热的泡沫塑料 它即使脱落了 它也不会打到 我的轨道器的防热瓦上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相应来讲安全性就更高 所以以后的航天飞机 以后的未来的航天飞机 不会再像这个Space Shutter 这样的布置 并排布置 它会采取这种 还是串联式布置 但是当年的Space Shutter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 外燃料炷箱 然后这个轨道器 和外燃料炷箱并排布置呢 是因为它的轨道器的主发动机 就是火箭的主发动机 实际上是安装在轨道器上的 外燃料炷箱上就是一个大罐子 装夜清夜雅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罐子 它是没有发动机的 然后如果要有用Dream Chaser 这种方式的话呢 它的火箭的这个 就不可能像航天飞机那样 就不可能把主发动机 还安装在这个Dream Chaser上 所以它的主发动机 必须也得安装在这个火箭上 在当时原来的设计里 一级火箭是不可重复使用的 所以呢 它这种就比较浪费 我刚才说的Space Shutter 这样的航天飞机呢 它就比较节约 因为它主发动机 就等于可以重复使用 但是现在问题就不大了 现在009号火箭的话 它的一级本身 它也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你还是采取这种 串列的这种布置的话 它依然是这个性价比 会是比较高的 人能在太空停留一年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但你可以就是说 在打这个Google Search 然后搜一下 我记得好像是最长 有停留到了500多天的 这个是在80年代的时候 在和平号空间站上 还是在里炮7号空间站上 就已经做到了 Rabbit 俄罗斯宇航员 波利亚科夫 在1994年1月8号 乘联盟TM18号 到达和平号空间站 在1995年3月22号 乘TM20返回 在这期间停留了437天 17小时58分4秒 对 这个反正我记得 就是说是 可能当时说 我刚才说500天 可能就是记得 还是有点错误 但是就是说超过一年 是没问题的 而且我记得超过一年 可能不止一次 应该还有 长时间在太空中 人是不是无法正常行动 实际上这个 基于你拥有的条件来看 第一呢 是在这个 现在的这个 你比如猎户座飞船 这样的飞船里面 它是有运动器械的 包括个在国际空间站 你是可以进行你的 肌肉训练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 未来如果真的进行 这个星际旅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旋转的方式 形成离心力 来制造人造重力 来模拟地球的生存环境 当然我们不会模拟到地球 这一个G的重力加速度 我们可能可以模拟到 0.5G 0.6G 甚至更低一点 0.3G 这样 让它接近于火星 假如去火星的话 0.3 0.4G 估计不会再发射新的望远镜了 否则继续修复哈勃就可以了 美国望远镜是红外望远镜 是这样的 航天飞机退役之后 那么现在想修复哈勃就比较难了 想修复哈勃 原来修复哈勃都是靠航天飞机上的游泳园去修复的 现在就会比较难了 但是我听说NASA好像最近又准备重新再去修复一次哈勃 我记得前一次是在2011几年 最后一次修复 2010年还是多少 最后一次修复 然后现在可能需要再修复 又重新批准想再修复一次 在人家的大声疾呼下 那可能需要用到的就是后座飞船还是用什么飞船 然后去修复 这个总的来讲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飞船毕竟比较小 不像航天飞机能带那么多的东西 这是一块 然后另外呢 说未来就不会再发射这种光学的太空望远镜了 我刚才不是说马斯克曾经发推文说他和加州大学布克利分校的教授 当时想合作搞一个太空望远镜吗 那个望远镜也是光学的 实际上就是红外的这个望远镜拍摄的效果 我觉得经过转化之后也是挺好的 韦伯望远镜是为了深空探索特制的吗 如果像哈勃一样卫星改的 是不是可以用来更高清的观测地球 韦伯望远镜它是一个红外线望远镜 所以它是专门用来观测太空的 如果你用它来观测地球的话 可能我理解的意义应该不太大吧 因为地球上红外的东西太多了 干扰因素太多 然后哈勃的话它是光学望远镜 所以的话哈勃望远镜实际上是可以用来看地球上的这些东西的 另一方面韦伯望远镜 我记得韦伯望远镜应该是在地日拉格朗日L2点上 它好像没有不是在禁地轨道上 哈勃望远镜是在禁地轨道上的 所以从这个本身韦伯望远镜 它这个位置它就是用来观测深空的 然后哈勃望远镜的话呢 它当然它也是用来观测深空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像它把它调转过来看地球 也是有可能也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刘慈欣在他那小说三体里 不是就有那么一段说 他们本来用来观测三体舰队的这个望远镜 然后呢用来看一下拍自己NASA的这个楼顶 我觉得如果他真想观测三体舰队 可能最好还是把你的这个望远镜放到 拉格朗日L2点上更好 而不是放到禁地轨道 对 韦伯是不能回头拍地球的 他应该是在拉格朗日L2点的 他的本身他那个红外成像也不太适合 所以我们安排集中的这个望远镜 就是我们安排的了 但我们安排一下 所以我们安排一下